新冠病毒持续的发展情形 有关习近平怎么样因应 以及后续的整个发展 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也会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第二阶段有关于这个武汉疫情的时候我们也 欢迎观众的踊跃的 打电话到 我们明镜电视我们的转播台里面来 我们会接受各位的call in 参与跟我们讨论 那在整个我们在节目进行开始之前呢 我们也在是呼吁我们的明镜的观众 能够支持我们的独立报道 而且参与我们所谓的捐助活动 呃欢迎各位在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呃来扫描一下 然后就能够打响 然后就能够资助捐助我们的中国研究院 让我们明镜电视的独立报道能够做得更完整更好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是可以美国居民是可以抵税的 另外呢我们明镜电视的开放废员的参与 也希望呢这个明镜火拍呢 会员能够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大家加入呢也是对我们利用支持一种动力 那会有专属的贴图还有专属的这个特别节目 那我们主持人在这里也会 特别针对这个会员来回答 也是利用这个萤幕上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QR call 然后扫描之后就能够加入会员 当然我们整个明镜电视的各项节目 非常丰富 也都是因为有观众的持续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也希望呃各位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我的左手边 我的这个电视台里面左边的是我们 呃经济学者 郑旭光 郑先生 赵宏雄 你好 那另外在我们华府呢 我们连线呢是有李恒青李教授 在华府 今天有两位 你好 今天有两位这个经济这个专家了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第一点我想讨论就是说美国 前这个太平洋军机司令 布莱尔昨天在美国国会的听证的时候 提到了提出了有关于所谓的东亚 北约的这个netto这个问题 那他提出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放弃 武力犯台 的一个一个所谓的这个承诺 那当然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的还是持续的用和平的方式 希望寻求他所谓的统一 那布莱尔他曾经当过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 那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动摇 北约的概念呢 也不是说第一次提出来 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 在美中 贸易战 以及各项的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之内 还有包括大陆疫情之外 他能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来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 如果 中国在没有任何挑衅的行为之下 进行的所谓的武力台湾 武力攻台的话 破坏台海现状的话 美国应该 结合所谓周边的国家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组织 加入一个军事同盟的概念 建立所谓的东亚 他这边提到East Asia NATO 北约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跟欧洲有一个 这个北约组织 当初在 二战 在 50年代30年代的时候 也曾经发挥一些作用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恒星教授 是不是对 华府 你在华府了 对昨天这个在国会的这个听证 这个委员会上面的 看法你怎么样 是 这个听证 是上个应该是上个星期二还是星期四 我记不得了 因为我收到了那个 收到了他们的邀请 来 因为 因为要忙了 没有去 但是呢 我知道 对 他在这个 这个听证呢 是 是叫美国经济与安全委员会 他是专门呢 是给这个 给这个国会议员呢 提供这个政策咨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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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尔这个 这个司令呢 这个上将呢 他提出了这个想法 实际上呢 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 大家应该 都记得啊 在几个星期前 这个武汉疫情呢 当时呢 扑朔迷离 开始呢 大规模封城的时候 然后突然呢 就看到了一个消息 因为那时候呢 所有的 这个媒体啊 都在关注着这个 就是华文媒体 都在关注着武汉的这个疫情 结果呢 突然就看到了一个消息呢 就是这个 这个海军的 这个海航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 这个战机 有轰炸机啊 有这个 侦察机啊 有监机机啊 就开始穿过这个 穿过这个 公公海峡 又开始 就是 绕着这个台湾呢 又开始飞行 所以呢 看到这个了以后呢 当时呢 就有一个非常 不祥的一个 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呢 就感觉呢 是不是这个 习近平呢 急了 再做这个 下一手准备 就是万一 这个疫情 控制不了 或者国内呢 出现了其他的政治上的不稳定的因素了以后 是不是呢 这个中国政府呢 可能用 这个武力犯台 这种办法呢 来转移国内的这个政治激化的这种矛盾 然后呢 开始呢 又一次呢 掀起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高潮 然后呢 这个使得政权能够继续呢 延续下去 所以当时呢 是一个这么一个想法 就一个感觉了 所以呢 我感觉呢 这回国会的 这次的这个听证呢 实际上呢 也是呢 有所准备 他之所以把这个 这个可能会见北约 这个 这个事情呢 拿出来呢 实际上呢 是来呢 要闲置这个 中共 来至少呢 让中共呢 提醒中共呢 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如果要是 就是敢于武力犯台 这个美国呢 和台湾呢 是有这个安保协定的 然后呢 这个 美国呢 和周边的 像日本啊 这个韩国呀 周边的国家也都是有安保协定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如果这些安保协定最后呢 再往前走一步 很有可能呢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你叫北 这个亚洲的北约也好 还是叫一个新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 围绕着中国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共同体也好 都可以 要一个新名字也好 这个呢 都是 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呢 如果 是变成了那个样子 那说两句话 这个 新的冷战呢 这个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可能是跟 这个 二战结束的那一场冷战 实际上呢 可能效果呢 是相一致的 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没有忘记 这个NATO 北大西洋公元组织 这个 在1949年 建立的这个 这个 多国参与的这么一个组织呢 他就是专门针对 苏联的这个武力的这个威慑 结果呢 这个组织就建立起来了以后 他又 改了多少种的这个形式 然后扩大了很多的从 武装 原来是刚开始是武装 武装这个防御 到后来呢 变成了很多的政治上 经济上 外交上很多的这种联盟 都是针对苏联的 结果最后 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拖垮了苏联的经济 也就是最后呢 摧毁了 彻底摧毁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然后呢苏联解体了 所以如果中国呢这个要是 真是想 这个武装犯险 那可能的结局呢 说两句话 我觉得呢这个 这个呢也是 现在呢这个美国这边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 有可能会去构建新的这个亚洲北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 我先说到这吧 这个 徐星兄啊 比方说讲啊 这个像西太平洋岛链来讲啊 美军在汉在韩国 在日本 都有驻军 跟菲律宾 菲律宾以前某种形式上有很多的军事合作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当然跟台湾以前也有所谓的中美防御共同条约但是因为已经废除了 现在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来有义务 授予台湾在遭受武力攻击的时候授予台湾防卫性的武器 那像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对美来讲当然相对重要 那你觉得 今天这个所谓的美国西太平洋 实力 前实力的这段讲话 是不是有点反映前一阵子中国大陆持续这几年来在南海的军事武力 扩充 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以及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的关系 让他就有所余裕之下 以及加上台湾现在的一些变化 让他采取所谓这种刚才提出这种所谓的亚洲 北约的一种组织类似像欧洲的北约 注意到他讲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中国要武力犯台的话 啊 那么不排除成立一个这个 东亚地区的北约组织 军事联盟 军事联盟组织 当然你刚才讲的西太平洋我觉得更准确一些 就是东亚的话呢那就是 韩国 日本 台湾 大概就这三块 但实际上 美国还是有南海的考量 那么 如果是西太平洋的话 菲律宾甚至澳大利亚都可以接受 这个 组织形态呢因为在美国的国内来看呢就是 他还是各个部门的关注是不一样的 你军事部门 情报部门 对于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红色帝国崛起 他是非常警惕 非常紧张 一直在喊狼来狼来 但是华尔街是乐此不疲的 对 这是巨大的利益 因为他们把 把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 政权呢已经当成了他们的白手套了 很多 脏事烂事不用自己直接去干 有中国共产党去帮他们干就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 他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考量 实际上始终处在一种 争论的一个状态 那么因为国家利益他不是一个 很抽象的一个词 什么时候哪一种声音能占上风 当然了情治部门军事部门他要一直要强调这个东西 这是他的部门的这个职责所在 也是利益所在 那么 经济部门呢也会有他的考量 也会有他考量 当然了 对华尔街好的 威健的就是对美国好 那么反过来一样的对军事部门好的威健的就是美国好 这个是去 这个可能最终会在国会达成一个一致意见 或者是在总统那有一个 想法 实际上你看 这一届美国政府你也觉得比较有意思 你像那个彭斯 尤其是蓬佩奥 他完全是情治部门的一个 一个立场 你看到了就是中国渗透中国威胁 他游说全世界 完了以后川普呢 他有我和习近平是好朋友 中国做的很漂亮 各种事情都很漂亮 所以你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中美对抗是个长期趋势 但是呢 他的那种 撑劲也比较大 就是说 有人想让他脱钩 对 从政治利益考虑 从战略 国家战略对抗考虑 角度考虑 很多人是希望中美脱钩的 因为 这个接纳中国 这个 几十 40年 眼看着他从那个 也是一穷二白的状态 从一个这个小家庭 对 一下子 这个 扩充实力 非常强大 那么如果说再给他20年的时间 对 那就美国那他没办法 这是一批 考量 另外一批考量 就是 只要你 美国 中国政府 你能够继续遵循过去邓小平的这种 韬光银毁的这种策略 我们就能接纳 啊 但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 就不要让不要把事情做得很难看 20年以后谁知道谁在哪呢 那这个话呢 实际上从 这个 彭斯 彭斯总统的 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 嗯 他应该是前年吧 那个讲话 就是中西意思 就这个 当然了到现在一年过 贸易战打成那个样子 很多事已经 那你要怪习近平 他为什么不愿意延续 他没有抓住这个 战略机遇 实际上彭斯的那个讲话 我翻来覆去看 就说 你 你不要悔其 按照原来的走法 我们是很高兴的 但实际上呢 卫健的对美国是好事情 卫健对美国是好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 大家可能很多人说 那你这个 习近平把这事搞坏了 但习近平有他的考量 有他的考量 我们不就 不用细说 而我是感觉 那就是说 这个 只要习近平在台上 这个 这个趋势不会变 就是中美对抗中美脱钩的这个趋势不会变 那 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不知道 拐点在哪不知道 贸易战本来 大家认为大家认为是个拐点 但是呢川普总统是 坚决不行的 今年是选战之年 对不对 他 他不可能忍受经济上的这种大滑坡 但是没有想到又来了一个武汉肺炎 这这个都不是人安排的了的事情啊 所以 呃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 嗯 不可能单独出现一个 所谓的 东亚北约 这不可能的 嗯 如果说美国要 呃制衡中国 或者说 呃 这个 那个他讲台湾他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点 他要动起来的话整个战略格局动起来的 他是全球策略 嗯 所以你把他叫 呃 西太平洋 这个 北约组织 对 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组织 军事组织 是同盟组织 我觉得要起手肯定是这个不会局限于东亚 不会局限东亚 嗯 何金兄你觉得这个刚才 刚才这个旭光提到了这个他不是他认为这个所谓的东亚 或者是亚洲的这个北约组织不太可能成立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过分的这个发展激进的动作让美国有所警觉才会构思这种东西来反制 是不是这样 对我同意这个 我觉得黄先生我对点的我倒觉得哈我倒可能跟你的观点更更近一点 嗯 我觉得呢 旭光呢 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你保守了 我觉得 在这个 在亚洲呢 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军事联盟哈 这个主动权呢 其实呢 目前来说呢 还都在这个 习近平手里 还在中国 中国政府手里 因为呢 如果 中国呢 不是 继续这样呢 那么那么强势 那么 愿意去冒险的话 那这个 这个组织呢 是不太可能 建立起来的 因为 这个周边呢 这些国家呢 现在还都在努力的在发展经济 对于政治上的和 这个 为 政治目的呢 最后呢 会产生这种军事冲突 这种思想准备和 这个武装啊 各方面的准备 都还不足 所以呢 我的感觉呢 是这个 如果 中国呢 不再继续 这个对台湾的进行武力的这个威胁 另外呢 不继续在 这个南中国海 继续建这个岛礁啊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开采石油啊 和周围的国家呢 产生这种 这个武装对峙 甚至呢 武力冲突的话 那应该是呢 不太可能呢 出现这样的这个 武力联盟的 武装联盟的这种 这种反制的这种办法 但是一旦 说中国呢 真的 现在想把国内的这个 问题呢 引到国际化去 然后呢 产生这个一些 这个 所谓爱国主义的这种效果 然后凝聚共识 凝聚民心 转于国内呢 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这些矛盾的话 那他有可能呢 会铤而走险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 一个大的冒险 但是呢 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但是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了以后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很快都会看到 你比如像现在的东盟国家 东盟国家呢 这个 在南中国海与中国 大陆呢 有这种直接的利益冲突的 领土争端的 这些国家 像那个 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啊 越南啊 新加坡呀 这些国家呢 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 而且呢 这个 在过去呢 中国海军在对他们的 这个态度上呢 从来没手软 所以呢 他们也都是很害怕的 那一旦说有美国 撑头 然后呢 日本加入的话 那这个呢 这个中国呢 再往前走的话 这个不是没可能会出现 这种反制的这种措施的 另外呢 像 韩国呢 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手术两端 韩国呢 文在寅 政府呢 现在非常希望呢 通过跟中国的这个 接触 通过 这种缓和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办法呢 来缓和 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上的这种冲突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他一直呢 采取这种所谓绥靖政策 但是好像我现在看到的 韩国的这个媒体也好 还有公众也好 对文在寅呢 现在批评的态度呢 还是很鲜明的 认为呢 他在很多问题上呢 对中国呢 这个 过于软弱了 然后呢 去故意讨好 但是相反呢 这个日本呢 就相对来说呢 他实际上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实际上日本呢 在东南亚呢 这个 这个跟中国呢 在经济上 政治上 外交上 都有很非常鲜明的这种竞争 而这个 都已经建立了一个 为他的整个形成这个东亚的这个 这个 合纵连横的这种 这种趋势啊 估计呢 是都在做这种准备 所以我觉得啊 一旦 习近平想动武 那说的话这个 这个 亚洲的这个北约呢 也就是 要建立的时候了 但是如果说 中国呢 调整他的战略 说确实呢 他愿意 真正按他所说的 不是 就是要去建立这种 这个 这个共同体啊 是这种 为了这个人类的这种 和平发展啊 如果真是这么做的话 那我想呢 这个 这个没有 没有可能性 建立不起来 其实美国想做也做不起来 所以呢我觉得呢 一切呢还都在 在中国大陆 在习近平 嗯 不过 没错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有关于他的外交政策或者是有关于军事的作为啊 通常都是非常 严格追索他所谓的美国利益为优先考量啊 这是 他一贯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了 那刚才虚心兄 刚才那个恒心兄也提到了有关于 在如果要成立所谓的亚洲 北约的话 包括像以目前现在韩国日本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加上所谓新加坡 菲律宾还有越南 我相信这个成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是就是昨天同一个时间美国副助理 国防部长施灿德也在同一个听证会上 也提到了 中国的主权概念 是跟美国利益是相冲突了 那他特别点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有关于如果说大陆要武统台湾 还有关于在南海的作为 他特别点这两点 是所谓的中国的主权概念是跟美国利益冲突了 这个虚心兄你看这个美国同一个时间 一个是前夕太平洋的美军军事令 一个是现任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 提到施灿德提到了这个观点 那施灿德这个位置是这专队他只负责对中国的军力 军事也是去年国防部才专门设立这个一个 这个初心他不放弃 这个西太平洋组织一定会成立 这说明他是全球性的野心嘛 他不会改嘛 从地区这个角度来讲呢 美国就希望是 这个保持均衡 大家都不要那个跨界 都不要越界 那么从 地缘政治的利益来考量呢 韩国日本台湾 实际上和 中国大度这个经济联系 非常深 非常深 而且 你想 光一个美国和 中国的这个经济来往 断起来都多难呢 对不对 何况是那个 都同处东亚呢 同处东亚的情况呢 你记得过去 这个 20世纪有一叫什么大东亚公共圈 没错 是不是 他是个 那你再想那个 中日韩这个 自由贸易区 是不是有点是 一样的 你刚才提到那个在90年代非常盛行 对啊 他一直在谈 一直在谈 这个这个 大中亚公共 对对 就是这种中日韩这个 自由贸易区 对 一直在谈这个东西啊 那么 就像美国和 和这个 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一样嘛 对不对 墨西哥 加拿大 对这个 首先家门口的事解决了 但是你想如果 大家都自由贸易了怎么打呢 怎么可能打得起来呢 所以 现在来讲的话呢 就是美国也不想 美国也不想 我们直接跟中国 就开战吧 搞一两个军事对抗吧 他也不想这样做呀 所以 恒庆有一点说是 取决于习近平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正是因为取决于习近平 这个态势很难变 就是 我就说 不会轻易改变 因为既得的这种格局 利益格局 不会轻易改变 不会短时间有变化 但是只要你这个 双方的政治格局不变 这个 这个态势就没有办法逆转 这个派 那 你像 台湾 台湾这个 李敖对他的这个 有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刻读 对 他说中国大陆的搞完是吧 弄不弄美国就要捏一捏 这是 从这个台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说这个 苏联时期 后来又 苏联解体 就是 那就是北约一家独大了 华沙条约都没有了 那那是一单级世界 那在这个 在江湖时期 实际上 台湾如果说要 独立 就是台湾共和国 不要这个中华民国了 也不是不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千万不要看他那个嘴上说的那些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开始叫什么 中华 苏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 他就是个分裂势力 对吧 他从来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你再看看这个他的这个母体 叫 苏联 对吧 苏联在 这个 列宁时期 那和德国签布列斯特条约 那就把大块的国土就送给德国了 那不是如果说不是二战的原因 德国垮掉了 一战的原因如果德国没有垮掉呢 他对于 这个共产党他对于帝国是没有兴趣的 他本身是一个普世价值 东西 我说这普世价值不是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他是共产主义 是吧 他是一个人类大同 普世价值的一个东西 当然在20世纪的时候 那是 甚嚣尘尚 那他对于领土 实际上性质没有那么大 当然了他后面他有这种 我就把他叫堕落形 堕落形他就更 更政治化更本地化了 那你像 在到了斯大林 他就把这个苏联的结构就稳定下来 出现了 帝国 但是这个红色帝国 和立场帝国 觉得是不一样的 觉得不一样的 就好像你 你说 以教会为主体建一个帝国 他就不是一个真帝国 OK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样 现在很多人把他叫红色帝国 实际上他 根子里头 他不是 不是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成吉思汗 他都不是 他的内心里头他们都是 他能够走下去有战斗力的共产党 一定是普世理想 就是以共产主义 这个角度 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话 这个党就完蛋了 你像那个有在这个 有一个叫马斌的老先生已经去世了 他是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 他就说 共产党应该早点下台 如果因为 这样下去把共产党就毁掉了 他说不能干这些东西 所以 你现在 习近平他自己脑子是乱的 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共产党的命是基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 实际上就是 归根结底是要跟美国冲突的 所以你看这个 所谓的这种改开派 所谓的开明派 在党内在关键时刻从来是没有话语权的 他对于他是一个 机会主义的 他是妥协的机会主义的 他不是那个 就是从从 从共产国际 中国支部以来的那个根 那个根 到现在没有断 到没有断 这种精神传承 习近平就是 你看着他是病毒犯了 叫什么 毛病未除是吧 积习不改 这个人家是正统 尽管他是习仲勋的儿子 但是他继承的是这个 整个共产党的正统的精神 这个精神气质不变 共产党不垮 这个精神气质变了 共产党也没必要清共产党 中华 中华当然两种情况下 他有可能 就是去经营他的红色帝国去 这个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路子 无论是走向解体的 帝国都会解体 但是如果说走向这个方向 基本上是无解的 而且这冲突是一定的 就是横竖是个死 怎么个死法 习近平这个死叫肃死 国内有一个词叫 我们等一下可以 给习近平有一个 有一个封号叫总加速食 总加速食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国国这个政体是 存在不下去的 但是什么时间 很有信心但是没有人有时间表 突然来了一个总加速食 他是这么一个存在 我去挂 我插句话 我觉得你刚才说 这个习近平 这个现在呢 他这个共产党还是以这个 以这个追求这个 共产主义的这个方向 这个发展下去的 我这点我是实在是不敢苟同 我觉得现在你看啊 这个你 像咱们的很多同学啊 朋友啊 原来的朋友啊 现在都在中共党内呢 都已经做得很大的官了 你像我 我 我曾经就嘲笑过他们 我说你们哪里有什么 不忘初心 你们的初心是什么 我比你们都清楚 哈哈 虽然的话 你们初心是什么 我真是比他们都清楚 所以我觉得啊 他们真的什么不忘初心呢 他们的初心完全不是 这个共产主义 追求共产主义 如果要是追求这个人类大同 他们应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没错 他们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啊 他们因为你看共产党党章上都写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 为这个基础 以工农联盟 这个为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然后在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这个平台 所以你现在你看看 中国的工人 农民 在前线在那 苦熬苦兜的这些人 在那挣钱 这是在那 在地底下挖煤啊 在田中 田里头去种田啊 这些人是最苦的中国人 对吧 这些呢都还是习近平现在说 不忘初心我们让他们脱贫 让他们脱贫 他们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统治 是70年后 还过的是非常贫困的生活呢 对你想啊 这个我不觉得啊 这个习近平呢最后呢他在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不是 那OK那现在为什么他会 他会这个逼得现在 这些西方国家 这个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希望呢最后要在 在东方的再建立一个 这种经济的共同防御的这么一个联盟 就是因为呢他现在呢我觉得他是因为怕啊 习近平啊狗急跳墙 怕他国内啊现在压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狗急跳墙了 他又出来呢干一家伙 干一家伙现在 他敢干的啊他现在不敢跟日本打 跟日本打啊日本这个反弹力量太强了 虽然现在 他现在没有这个核武器 没有航空母舰 但是他想造一会儿就被你造出来了 所以呢他不敢跟日本打 那他现在想 跟别人打 跟谁打 对吧 跟那个东南亚的几个小国打 他已经跟人家耀武扬威了 你想这个 这个 菲律宾只有一条战舰 对吧 还都是好几十年前的战舰 所以呢根本没法跟 中国海军打嘛 那只有靠说是 西方国家呢 来这儿呢这个叫航行自由 是吧 所以呢这个他现在呢想呢 这个这些人呢都不敢 这些国家都不敢动 是吧 那现在呢只有一个 他想能动的 那现在就是 打台湾 打台湾 那就是说当然是不是 对台湾整个的全岛 然后进行这个武力威胁 武力占领 我觉得这点呢也 习近平应该说还没有封到这步上 那可能呢比如说金门马祖啊 澎湖啊 可能呢这些地方呢 他开始呢 发生战争 就是战斗 是吧 发生武力冲突 那这样的话呢吸引国内的这个注意力 这个呢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啊 我的基本的考量 基本不是考量 基本的感觉就是 美国这个 现在的美国前官员和县官员 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战略的一个考量呢 主要的呢是为了防止呢 这个 习近平呢 枸杞跳墙 而且呢现在应该说 他呢 现在 这个枸杞跳墙的 这个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感觉得到现在 经济上 这个毫无建树 而且呢是越来越糟 在过去的七年当中 然后呢现在又赶上这个 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 已经使得啊习近平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借这个反腐 赢得的那些民气啊 现在基本上都丧失殆尽了 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他的这个 这个治国呢 这个能力太差了 所以呢把中国呢现在给祸害成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 大家都对他 不计有信心了吗 他自己也知道啊 他周围的这点人没有一个有本事的 有本事全都干掉了 所以现在呢 他这点围着他这点人都是 溜须拍马 阿谀封城的 这些人 那他现在想稳定他的政权 那他很可能 就是一招了 就是一招 哎那就是什么 我得发动点战争 这个呢我曾经啊 我们这个 在华盛顿这个 这个波德马克文化沙龙啊 我们曾经请过一个 这个华府的一个 一个军事的一个专家 这个人叫 瑞克菲舍 这个人呢 这个是美国这边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军事专家 我们那次就是讲这个 可能的潜在的台海战争的威胁 这个潜在的可能性 结果他在这个 这个演讲当中 他提了一个事情 他就说到啊 在1979年 1979年当时 邓小平决策 要打这个越南 这件事情 他说呢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 在中央军委 在国防部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呢 他呢 亲自亲历了这个过程 决策的过程 他看到了 这个邓小平呢 当时 为了 转移国内的矛盾 为了压制住 他在 国内的这些反对的 反对他的力量 因为他是唯一的能够操动军队的人 所以他为了压制其他的人 然后呢 他呢最后呢 就跑到美国来跟卡特总统呢 达成协议 然后回去教训 这个他们的共产主义的这个 阵营当中的小兄弟 越南 越南共产党 然后呢就发动了所谓的这个自卫反击战 所以呢 这个瑞克菲舍呢 就当时就讲了这个意思呢 他就说 实际上呢这个战争呢 是完全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年轻人 当时就参与了这个 他当然没有 没有那个那么高的权位 但是他当时是观察到了 整个这些老人 做这个决策的 那个过程 他深知 要用武装 来给自己 增加力量 然后用武装 来改变自己在 周围的这个政治 政治版图当中的这个不利因素 这个不利的这种形式 所以我感觉 现在呢可能 习近平呢 应该说 正在考虑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不会在武汉疫情这么 残酷的这种情况下 他呢让这个南部战区 然后呢要开始进行 武装的这个 这个不叫饭台啊 围绕着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飞行 其实呢 他这一方面呢 是针对 这个台湾的一个威慑 我觉得更多的呢 是做给他的同僚 做给这个中共党内的他的同僚 说你看 只有我 才能够控制这个军队 所以你不要跟我 跟我什么 找别扭 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是这种情况 所以美国之所以要做 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准备呢 也是怕他 到时候铤而走险 因为铤而走险一旦做成继承事实了 一旦真正战事打起来了 那就像现在武汉疫情似的 说当初你要早早的要把它控制住呢 就在武汉 就在那个海鲜市场附近 就把它解决了 结果呢现在呢 传承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30个国家 对吧现在呢几万人 近10万人的 确诊 所以变成这么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所以美国呢现在防范于未然 他现在呢提出来这个想法 这个设想 所以我 我觉得呢可能是 是这个考量 因为恒亲你刚才提到的有关于这个 中国大陆最近军事行动 你提到 2月9号跟10号两天 也就是在大陆现在 在整个情况比较算危急的时候 他2月9号10号有有关这个所谓的 轰流 舰11跟空警500 在台湾做一些所谓的远航的一种 海洋巡逸的 动作 那这个动作因为来了比较不寻常一点 所以美国也是做了 反制 所以隔一两天 美国航空母舰好像也在台海出没了一下 那昨天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布莱尔跟所谓的斯探德 一个是前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 一个是现任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他们都特别提到有关于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那他提到了这一点的也提到了 也提出了首位的建构这个亚洲 或是东亚这个北约的 机构 这个组织 那基本上 维持恐怖平衡大概是 美国的主因点 那美国当然 你如果观察一下昨天布莱尔的谈话 布莱尔谈话讲得很清楚 他希望 中国大陆在所谓寻求所谓统一的时候 能够选择所谓和平的方式 来处理 不要进行所谓无力统一 那如果一旦进行无力统一的话 那美国就 就必须要有所反制 那东亚北约是一个 是一个可能性 那我也在找了一下布莱尔前两年讲的一个 一个说法 他说如果 一旦台海发生的战事 或者破坏了现状的话 美国应该会 也会出来协助 来恢复 现状 恢复台海的现状 旭光你看对 这两位美国这个军方的这个在国会听证的这种讲法 你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刚才像那个 狗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 就是 如果说你 只看中共 这个怎么说的 那那就是这样的 这是盘面上的东西 就大家就是 就像那个 像 沙盘演习一样 你这样做我会这样做 你这样做会这样做 但是这跟宣传是 掺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他不真实 你看这个 毛泽东时期有炮打金门 是吧 有这个 抗美援朝 有抗美援越 是吧 在越南在朝鲜 这个 他的整个的这种考量 是基于这个美苏争霸这么一个局面 他在做事情 那现在最大的区别 和毛时代 甚至和邓时代 就是 这个 80年代初这个 所谓自卫反击战 对越战争 他都是在美苏争霸这个格局之下 他可以 作为第三方 可以商下其手啊 利用两个 这个 两个军事集团的这个 控制 他搞事情 那 那你看很清楚啊 对 在朝鲜 这个 和联合国军的战争 在 这个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月在越南的战争 和美国的越南战争 是 他都是有一个苏联阵营的这种 背景 但是现在 苏联阵营已经冤枭云散了 这样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涉入 不会有 第2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 基本上在单击世界之后 中国还有什么军事冲突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对 我觉得八指头数不出来呀 有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呢 很简单了 过去的时候 你要么选 你选边站吧 你 像什么 八 这个八年代的 和越南战争 是因为他投靠苏联 投靠美国了吗 就是两者中间 他有一个靠吗 那现在就单极了 你靠谁去 你准备跟他干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美国有强烈 意志的 不用他嘴上说出来 看得很清楚 对他不会去碰的 他不会碰 你要知道这个在东亚 日本和台湾都是被美国捆起手脚来的 他的军事 都是被美国捆起来 他们都可以成为核国家的 对 对 这是美国的整个战略考量 那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中国也 也就知道 如果说 他们的这个 被 被 美国松绑了 他自己在东亚的局面 马上就不一样 他会去碰这些东西吗 就是如果仅仅是转移注意力 从稳定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习近平的这个 地位 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 华国锋 内的这个 邓小平那些人是 不可同意而语的 他们哪根本没有拿到习近平这么强大的这种 国内的这种 控制力 控制力 他根本没有做到 几乎所有人都在习近平监视之下 他可以造舆论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舆论环境像一个魔镜一样 就是 党不让你说的话你坚决不能说的 不管你是 以什么角度 党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角度 还是从 党外的这种 反对派的角度 你都是有 有界限的 而且这个界限经常在变 到了习这儿 就是说这个 这个界限在逐渐的就在压回去 压到往毛时代 转上 就是 他有毛根本不具备的这种 经济实力 是吧 他 也有这个技术手段 尤其是 他的对手 和毛的对手 真是不能比 毛的对手 不说党内的这些对手 都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这些人都在 第一代创党人都在 不管在党内还是在海外 是吧 都知道 另外一个来讲 毛要对付 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 我有时候把他叫民国人 这个是太难对付 因为他 成 成长在 这个旧社会一个私有制的文明的一个社会里 毛这样干那样干 他要造就他搞文革要造就新文化造就新人 嗯 必须当老一代人死光 就是他能调动起来是红卫兵啊 他调动不起来这个 成年人 成年人 总觉得哪不对呀 所以周恩来有那么高的人望呢 就是 周恩来几乎就变成了儒家的一个 宰相的典型了 那是一个务实的毛糊折腾 就是你毛的 这个 政治地位再高 你共产党往往捧得再高 但是在普通人的感觉里头他还是远 他还觉得有点 将信将疑 所以你在 这个整个在这个 毛死后 这个私人帮集团被军事兵院搞掉了 搞掉之后 整个老干部开会 那是声讨毛啊 都是声讨啊 那最后是让 邓小平成员他们给压硬压下来了 硬压下来对毛的这种 党内还有决议说 过上 过上以后再说 现在不宜再说毛的事了 以后可以再 以后就没这事了 以后就不说了 因为他们发现 要把毛动了 共产党根基就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动了 所以就不动了 毛巷还继续挂在那 对吧 那既然已经修了纪念堂 也就搁在那了 所以 这个 情况和习是不一样的 习他面对的 就是共产主义新人 恒青说的 就是说 我们这些 我们都是 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 建政时期 中间有短暂的这种 改革开放的西风进来 但是共产党也在 恢复他的元气 现在的这种 你看一看那个 香港的教材都出现了 邓爷爷之术 用反体字 正体字写的 这样的作文 范文都进了香港 对不对 习面对的 他的人民 和政治对手完全跟毛完全不一样 就是 这些人 打小就是 共产党就像 天一样照着他 他是 没有也不敢 去申请的 申请意味着死亡 意味着坐牢 所以 大家都把他 觉得他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而且 对于 80后90后 8964之后的这些人来讲 就是8964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旧社会 人民 民国人的最后一批 挣扎 因为我们都是民国人的学生 老教授的都是民国过来的 他们知道 那家自由社会 那家自由的 现在的教授 已经是被打垮了 那一拨人 我说打垮就是 因为 他从就算过来 你根本上是打不垮的 因为他 20岁 他早就形成了多少遍 你折腾 你除非把他枪毙了 他不会改 这死不改毁 这些人死不改毁 包括这些老革命 你像那个 王章江他们批这个 就死不改毁 说邓小平死不改毁 一有机会就想搞资本主义 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呀 你这共产主义是不正常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一帮人老一辈 这共产业跟人家也死光光了 中间有一些人真的是觉得共产党做错了 但是他下不来台了 因为你不能说我们做错了那怎么改呀 你杀了多少人你怎么改呀 没法改糊涂账 一粗不一戏不说了不提了 把以后的事做好 这是很多人心里头是很明白的 当然有糊涂蛋像王振这样的 他去英国说哎呀 很好这就是共产主义了 就缺一个共产党领导 那就完全好了 他是糊涂蛋的 但是也有明白人 他们一去看 国门一看他们也傻了 所以的老革命 也没有多少见识吗 对不对 相反你倒在 中华民工那倒是一大帮 这个 刘美刘德的博士是吧 他们是知道的 你像中国的中共这边呢 就是 勤工俭学了 或者到 到苏联那儿学了一点 这 这些人他 确确实实没有时间 去思考这些东西 他就是 就是这个 共产国际的一个棋子 嗯 那么时过境迁了 他们留下来 他们得自己找自己的出路 所以在这个 美苏争霸的前提下 最终他们 选了美国 也就意味着他们选了胜的一方 那么他怎么跟美国去这样炸刺呢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就习近平跟川普那个 讲的那个话 我觉得他是内心的 内心独白 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 因为他知道 搞不好的话 整个共产党是走不下去的 哎 所以他 但是呢 他又不能在国内表现出来 说我真的怕美国 这样示弱了 所以 但是国内这些人也很简单 他会很自觉的配合的 哎 又是反韩游行 又是反 反日游行 怎么不来一个反美游行呢 对不对难道这些这些人 美美美日 这个日韩对 中国的这个不友好 赶得上美国吗 对不对 或者说对对中国政权的威胁 他们是很精致的去把握这个 就是国内的维稳机制 到了什么程度 你是没法想象的 非常精致的操作这些舆论 操作人的这种 言语的环境 就是就是 进行精神操控 完全被精神操控的 就是他生在这一个 一个培养民里 就像一个大武汉一样 那叫武汉肺炎 我说这叫赤色病毒 如果民国人他是被感染了 这些人是从培胎里就被植入了 现在的这些 中青年 培胎里就被植入了 就在长在红旗下 所以 他完全不一样的 邓小平还需要一个 对越战争来 抓权 习根本不需要 你看他多顺 所以我 我认为 他搞军事冒险 他看得很清楚 萨达姆的下场 对不对 我觉得他可能性非常小 搞军事冒险 要搞的话 也得搞一个美国不待见的 比如也可能再把越南搞一次 有可能 搞台湾 搞日本 我觉得可能性 都不大 不是因为 搞不动 而是因为背后还有美国 你搞一搞把自己搞垮了 恒青 我这边有个问题 忽然想到 刚才徐光兄也谈了很多 美国 你觉得 布莱尔跟刚才 斯燦德提到有关于 所谓成立 东亚北约的 组织 是不是美国也 刚才 当然徐光兄也提到了 大概中国大陆 美国也不大敢 做这个事情 但是有没有可能 他成立这个组织的 背后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也不想要 卷入那么深 他自己本身目前没有这个单独的条件 所以他需要透过所谓周边的一些军事同盟的关系 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 当然有这个我相信会有这种考量 你这个观察我倒觉得我比较同意 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很少发动这个 就是单独的 单独的 对 你看从这个 从这个沙漠风暴 这个 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 然后呢 到这个阿富汗战争 然后到这个伊拉克战争 他们都是跟这个联合国 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跟周边呢会达成一个 一个周边国家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呢变成一个 就是联合国出兵 这样呢他有军事同盟的 但是呢像这个这回啊 刚才旭光提到 说这个是不是说 这个中国那现在呢这个 不会再去进行这个军事冒险来对 台湾也好 对日本也好 可是我 我现在我都想来想去我都想不出来 他还能有 有谁 说是周围的啊 找一个美国不待见的 对啊 你观点啊 你刚才你刚才专门说了这个这个谁呀 这个越南 越南啊 说两话现在跟美国关系可热络了 你想这个这个川普呢还去到这个越南去访问了吗 所以呢他这个这个可热络了 现在呢这个越南的这个总书记也跑到美国来了 给我插一句恒情啊 这是我在 这个网上看到一个说法 说因为 找不到对外作战的对象 所以就是 就搞一个 武汉肺炎对内吧 这样可以转移出一例 把这个锅甩到武汉肺炎上 对武汉肺炎发动全民战争 这也太狠了 这简直拿自己的 拿自己的这个国民的生命开玩笑啊 你觉得这是习近平做不来的吗 但是我不敢说啊 但是我知道的在过去在过去啊在9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啊当时呢还是习近平在掌舵 邓小平那个不是习近平 邓小平掌舵这个 这个江泽民呢做这个总书记做国家主席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的一个习惯做法 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对 对对华美国有个对华贸易国 这个对卉国待遇这个每年要审议一次 当时呢中国政府的做法呢 就是 快快审议了就抓一个中国公民 抓一个中国议业人士 抓完以后呢这个跟美国一谈判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给放了 是吧我给你放了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来换这个 对卉国待遇你看我人权状况好了 那个时候呢说两句话 我我觉得呢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很无耻了 你抓自己的国民去跟外国谈判 但是现在你说这个那时候顶多抓几个 你这回拿几万人的这个生命 这个来换 我不敢我不觉得他们还疯狂到这个份上 这个呢我觉得这次武汉已经纯粹是领导 领导失利 当然我们不谈这个啊 刚才那个 黄大鹅已经说了 我们这一讲我们就 前辈两点不要投论这个 但是 旭光你刚提到 你说你对现在的这个中青年人啊 你呢是你认为呢是非常失望 但是 我倒觉得啊 其实在中青年的这些老师们 这些教授们 你看这个还是有非常非常有骨气的一帮人呐 你看像郑也夫啊 像这个许章润啊 秦辉啊 是吧 钱李群啊 还有那个中学的那个讲历史课的那个 那个年轻人比咱们小一点的 那个那个那个老师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 但是 现在呢实际上呢敢于站出来 最后呢 这个不用那种隐晦的这种 这种语言来说话 而是直接的就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的人 其实 是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啊 你压的越厉害呢 就越 这样的东西呢 就会产生的越多 因为这个反抗的就越来越 越强烈 尤其是这一回 这个形势呢 现在对习近平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我感觉呢 因为他党内 你刚才认为他在党内呢 是有绝对的权力 我 其实我也不完全同意 我觉得呢 正是因为他有 他现在呢 出现了这个 这个反弹了 出现这种 这个竞争的这种空间了以后 他才可能会造成这个 他呢 有这种想法 想去用通过军事冒险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 另外我想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个观察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布莱尔他们去参加这个 布莱尔将军去参加这个美国 这个经济与安全这个委员 国会经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听证啊 这个听证呢 不是说 上个礼拜 就是才决定有的 他实际上在一个月以前呢 他已经就已经有了 他们这个 这个邀请啊 早早就做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日程也就早早做出来的 我讲这个问题呢 主要就是想提醒听众呢 实际上呢美国政府啊 在这个 战略考量上是早就做了准备的 他们就感觉到了中国呢可能会 在 出现各种各样的压力的这种极端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 其他的一些 这个走偏的地方 走偏了以后 会到造成一些 这个国际社会没有办法 应对 无法接受的这种结果 所以他未雨绸缪 所以早早的就是 就安排了这场听证 所以但是呢 正好他发生在这个 这个 这个2月10号左右的这个军机绕台 9号10号对 对 所以呢这个正好跟他的时间呢正好是 就是撞上了 但实际上呢 在这个 准备这场听证呢 实际上是在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开始在准备了 所以呢我就想啊 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呢 实际上对 对中国呢 应该说 早有防范 他们实际上呢是 担心呢会出现一些 极端的 这种事情 所以在准备的 而且现在我也不妨透露一个 实际上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整个政府上下呢 对中国 对习近平政府啊 应该说 是非常非常警觉的 像这个 不是完全像 这个川普总统啊 一说就是习近平 这个我跟他是好朋友啊 什么 这个习近平总统 这个做的是非常有效率啊 那些呢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我看网上不是也说吗 说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呢给习近平呢 是送去了 一副这个震静药 一个震静药 毒药 麻药麻药打麻药 所以我的感觉呢是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 坚持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 这个主动权呢 目前呢 还是在习近平手里 那一旦说 习近平想 政治冒险 那说两个话 这个 亚洲的 可能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因为周围的 这些国家已经被他吓得够呛了 吓得够呛了 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这种冲突对峙 一直是不断的 所以呢 我我觉得呢 如果 习近平呢想 往前走 那 可能这个 这个反制的这个 这个武装联盟啊 可能很快就完成了 所以 但是 不是 我是 旭光行要补充一点东西 对对 就这样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潜力 这个 呃 邓 搞这个 对越战争 是因为他没有 抓到军队 他通过这个 自卫反战把军队抓在手里 习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 习不定把军队抓的时候 政法系统也在他手里头 国务院也要甩开 是吧 这叫 党政议题 你包括他现在任命的夏宝龙 那就是 完全是党的序列 的结果 那 毛 这个在这个 61年之后这个 退居二线 怎么卷头重来的呢 他是通过文革嘛 就是 习第1个我的判断 他不会做 引起美国出手的这些事情 他不会做 他会找边界 他会偷控干 插个控干 看看你的这个反应 你的反应强烈 那我就退回来 他不会对着了 另外一个呢 他和美国关于台湾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 是有有共同的这种 默契的 就是 台湾不要搞这个法理台独 一切都OK 那么 习近平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台湾这要独立的话 他一定要打过去 我倒不认为 我倒不这么看 就是第1个你对 独裁者把他们想的太民族主义 情绪了 独裁者不是这样的 第2个 共产党也不是这样的 他也不共产党向来不是民族主义 那反应该怎么样 现在反而是就是 反而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存在 是对中国大陆是一种压制 历史上来讲 因为 他是 你说是前朝吧 他还在呀 他一直在呀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 这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是个非常巨大的威胁 就是说美国就是 你就不能台独 你台独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你知道台湾共和国 那个大陆 彻底就撇开了 就像台独市里他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就说我不愿意跟中国有关系 对不对 这边就说 那我跟中国有关 那什么关系 你说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什么关系 说清楚 是不是 这个光这一下子在 整个大陆的内部政治就 就出 触动到根基了 这个我们可以再来找时间 所以我的 我的一句话来就说 他不会做这个会引起美国出手的军事冒险 不一定不要把习近平当当傻子了 不是 对不对 这第1个 第2个来讲的话呢 他要稳 稳大陆内部的情况 稳大陆的局面维稳 他折腾人民 斗人民 这个毛九的事 样板呀 他没有必要出动国际的那一块 没有必要搞国际那一块来来来做他所谓的内部调控 那会给自己搞乱吗 因为 他为了解决内部问题吗 他有内部的手段 他不说没有内部手段 邓小平那是因为没有内部手段 刚才这个 这个恒庆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因为大陆的崛起啊 中国的崛起 他只能让他让它进去